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富翁摇旋术赚钱真快速 任何的事情的发生 一定有它的前兆 一定有它的苗头 你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大长黑 你心中有没有一个看法 你有没有替自己做好准备 现在在昨天 像昨天 我跟你提到 英国的脱欧公投 它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它跟盘密有关系 但跟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讲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管英国怎么样 它如果是留欧 就利多出境 它如果是脱欧 就利空沙旁 所以不管怎么样 留欧 脱欧 这个行情就是要跌 所以跟你没有关系 因为你心中只要想好说 我就是要做空 我就是要做空 所以当这个行情里面 你今天没有做多 那你就没输了 那如果你今天做空 那表示你正在 站在烂头的上面 因为这个行情 后面 还会 再跌 所以你要做空 你今天如果错过了 你明天 后天 就是礼拜一 礼拜二 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你现在 在乎的是什么 消息面的纷纷扰扰 我昨天跟你提过 任何的东西 你要回归到K线 在昨天 六月二十三号 我跟你提到 台子是三日一价 何谓三日一价 就连续三天的收盘 都在同个价位 所以英国脱不脱哦 他跟你真的没有关系 回归到现行 他告诉你 他挑战八七五四 挑战失败 因为关键点压在 三月十八号的巨量 一千一百七十四一的八七四七 所以我告诉你什么 四月二十六二十三号的哦 昨天哦 我告诉你什么 旁面诡异 旁面诡异 风云即将变色 那今天有没有变色 有嘛变色啊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 一定有它一个征兆 你如果说 后面 你还执迷不住说 啊你要去做低阶 你怎么低阶 我说你啊 早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消息 大家会认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还是五五播的时候 大家认为什么 可能留欧 所以早上看到了什么 你看到美国大长 你看到美国大长 台子齐一开房开这个位置 旁中海一度怎么样 刷过高点 刷过高点 它让没有信心的人 空单停损 同时它让一些人 做多 一进去 急杀 等你的多单停损 上去的时候 这个地方 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是不是空点 这个地方是绝佳空点 那反而很多人怎样 去做多 为什么做多 急拉了一百多点之后 这个位置有可能怎样 破低往上拉 当你在做多的时候 这地方反而是个绝佳空点 8510是绝佳空点 所以 这个行情里面 投资朋友 今天的这个大量 就一千两百一十六亿 它的意思是什么 今年以来最大量 它比前面的这个大量 它都还来得大 8840的大量 都还来得大 当你看到 今年以来最大量 现在这根K线 表示这根K线 具有什么 关键性的决定因素 决定多 还是决定空 所以 你说这个行情里面 你要掌握千顶的机会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不用因为这根财卖下来之后 有时候它反弹 就算它有短线的反弹 那都是你 跟上空军的脚步 所以现在做空 你还来得及 不要问我说 还来得及吗 你一定来得及 因为英国脱欧 它只是千点崩盘的 名枪开跑而已 刚开始而已 后面会如水球的 越滚越大 投资朋友 我想操作 跟规划 它是一致的 今年以来最高点在哪里 8840 那这一波 如果你错过了 下面的这一波 你不能够再错过 为什么这么讲 之前3月21号的时候 三个月前 我给你提到 8840是高点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到 清明变盘 有没有 这一次刚刚要怎样 端午变盘 这个点叫端午变盘 上次我跟你讲过 清明变盘是这样子 先补缺口之后 先弹再杀 那这一次 刚好一模一样 走势一模一样 第二个高点 你还要错过吗 所以那时候告诉你 清明变盘 倒数计时 我们在写台湾版的大麦空 8800 8800 8700 8600 杀到8000点 好 8841点 520 魔咒 不限 提到 小心 所以让它拉到 不能够再拉到再空 你唯有避开这个嘎空 你才有可能做出手吗 市场上是谁带你避开嘎空的 到这个位置 6月7号的时候 我提到盘头阶段 开始盘头 所以6月8号 那个时候 最高点 叫8754 我说放空 我还签名给你看 叫做6月8号 投资朋友 8754 我告诉你 放空 签名给你看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在哪里 就这个地方啊 现在在你空这个位置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了啊 来不及了啊 但是 整个大趋势 你可能前高你没空到 但整个趋势往下走 你要上车你还来得及 那时候告诉你放空 为什么 清明变盘到端午变盘 重演率嘛 历史会重演 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 你不信 好 你不信 我也不理你 反正我带我们的会员做放空 我带我们的会员就是做空 事实证明了隔天跳空大跌 这根线叫什么 绝顶姑娘的空头仿扑 我说你所担心的消息 它都是故事而已 因为端午变盘嘛 端午变盘 从西部泄行里面 他已经看到了 相信的就相信 不相信的人 你还是不相信啊 我讲再多你也不信啊 好 接下来隔天 没多久 再杀 同志朋友 接下来 反弹 反弹的时候怎么样 杀的时候你可能相信我 弹的时候你又不相信啊 长的时候你看多 跌的时候你看空 像今天一样啊 在今天还没有发生以前 有多少人看多 在今天杀下来之后 有多少人翻口控 口控翻完之后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做空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这种忽多忽空 看掌所掌 看叠所掌 看叠所掌的人 其实还蛮多人的 你如果不会分 那你永远都是输 因为一个真正的操作 是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 你必须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看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这是个功夫 这是一个技术 而且这是你必须要做的 第二十七号 因为英国脱欧的公投有枪击 因为枪击像两颗子弹的台湾板一样 我说什么 不要随之起舞 相信你所看到的现行 很多人不相信啊 因为你看到消息一面嘛 可能开始流欧 可能会开始民调上升 流欧百分之七十 脱欧百分之三十 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怎样 整个国际股市开始谈 开始反弹 我说什么 还是看现行 这是个缺口之争 我提到 依照过去的经验 3月30号 4月26号 都是以六多做片线 因为当时的6月20号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 外资净多单 5.8万口 就这个位置 外资5.8万口的净多单 而且 大盘开始反弹 大家又认为什么 英国可能会留在欧洲 所以你一定就做多 没有理由做空啊 只有像我们这样子 告诉你放空而已啊 因为从现行来看 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的 英国的三尊头景线已经破了 都是现行嘛 都是从现行来看啊 隔天还是展 隔天展 投资朋友我讲什么 山羊开泰封端午节的缺口 那封端午节的缺口 不代表空翻就输了 他只是告诉你说 他很类似清明节缺口 被封闭的那个时候 所以第一量不是病 病在什么 你有没有策略 为什么我这么讲 6.21号的时候 这一天我们也提到 封闭端午缺口 很像清明节的那个时候 怎么样 先坛再杀 好同志朋友 我要讲什么 我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这是清明节 清明节是不是跳风下沙 反弹 再杀一段 端午节 跳风下沙 反弹 再杀一段 又开始了 一模一样的走势 一模一样的走势 所以你说它是巧合 还是偶然的必然性 黑线预测 其实这种东西 其实它能够透过一些很细微的部分 去看到未来 你所没看到的 很多人不相信 我也懒得去解释 我只是用事实证明了 我又对了 为什么我又对 很多人 跟眼红啊 啊 老师啊 你都是骗人的啊 你们都是马后炮啊 你把我跟其他人做比较 那也太低估我了 每个人都在喊说 他赚多少钱 赚多少钱 只有像我们最笨 把整个时间拿来做解盘 解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你还不相信 就像是你把黄金 送人一样啊 你认为它不值钱啊 别人拿到之后 哇很珍惜 然后呢 依照这个来做 避开风险 掌握利润 所以21号 我跟你讲什么 封闭端午缺口 很像清明节那个时候 千堂再杀 因为我也提到了 这个大格局 7203还有887的 这个三角形的 起立形的最后末端 它是今年的重头戏 也就是说 我的结论 英国如果是留在欧洲 就利多出境 如果是脱欧 就利空沙盘 所以我告诉你 出所要快 6月21号讲的 投资朋友 我问你嘛 不管留欧 不管脱欧 结果都怎么样 都是沙 利多出境就是沙 利空沙盘也是沙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英国要不要脱欧 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是不是想说 到底会怎么样 留欧会斩 然后脱欧会堆叠 它都是沙 既然都是沙 你的策略 你定好之后 就是放空嘛 就那么简单啊 你不需要说等你赔到钱之后 才开始后悔 21号 昨天 前天 前几天 提到什么 空点落在6月23号 为什么 因为我跟你提到 索罗斯领军空投 环绕中国股市 内容不单纯 这个传承稿里面 我们在当时 21号写得很详细 刚刚写的一整页 在第二页有提到 索罗斯带领整个空军 环绕中国股市 放空 内容不单纯 所有人和台股的空点路在哪里 23号 6月21号讲的 21号告诉你空点在23号 那今天几号 今天几号 今天24号啊 董事朋友 23号是哪一天 就这一天啊 有没有跌 有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但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它是空点 你后知后觉的话 你现在才知道啊 所以预测这么重要 预测是不是一门技术 所以那个时候给你提到的东西 21号讲到的 22号我提到 那个时候大庞是连续展 我说什么 看价不看亮 登峰逃顶也糊涂 那个时候的22号是什么时候 就这一天 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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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四天的红 黑 半 你回过来看 该不该卖 要卖啊 那为什么你没卖 节目我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啊 那个时候我怎么讲 我是告诉你说 以价格来看 感觉上好像要过高 但如果以量来看 它是告诉你 根本不可能过 那个时候我还怎样 我把它对着给你看 我还教你怎么看 你相信了吗 你还是不相信 所以我讲的再多 真的很多人都不相信 其实我也累了 我真的累了 投资朋友 如果我能够 带领你 你就好好把握 如果哪天我退休了 那就没机会了 投资朋友 你好好把握 6月22号 那个时候告诉你 大庞偏红 台子跟摩台偏黑 阴阳失调 所以提凡十面埋伏 22号讲的 那个时候是大庞在 收红黑 我告诉你十面埋伏 你信不信 你说老是啊 你没看到大庞在展吗 你没看到K线 连续四根的红黑 表示多头很强 你知道我也知道啊 那为什么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你解读是多方强势 我解读叫十面埋伏 所以这个宝典你说 他到底值不值钱 看你怎么用啊 你如果因为这个 保典 这个技术 让你避开风险 避开三百点的沙盘 你少赔六万块 那这本书就值六万块 所以如果有时候 技术 它不值钱 那是因为你认为它不值钱 但它能够让你保命 它能够帮你救命 它能够让你翻倍 看你怎么用而已啊 二十二号 这一天 我说什么 连续四根阳线 我提到 台子旗的尾盘 没有跟上 因为现货是用尾盘做偷袭 偷袭的时候是连续前两天开盘 公开盘 后面两天公尾盘 所以是旗或现货背离 摩埃子 十字星 为多头 炎骨 席兵 所以我告诉你 K线为虚红 第四根阳线的红K叫虚红 你学过这种东西没 就是你看到K线 它有时候它不是红K 你能够去知道 何为真 何为假 这一天的时候 我给你讲什么 现行诡异 风云即将变色 二十三号 我给你讲什么 先兮已逝 易困套 就是你做多容易套 因为这个空头拇指 它已经告诉你 主力万般拉台只未出 所以今天早上 早盘有变化 而且是怎样 出大量 今天是不是出大量 对啊 所以你看嘛 我在跟你讲 跟你讲过的 空点 都在六十三号 二十一号讲的 也是验证 二十二号告诉你什么 K线为虚红 提防十面埋伏 也对 二十三号告诉你 线形诡异 风云即将变色 全部验证 所以目前的这根线 你怎么去看它 为端午变盘的确认线 今天量千亿千亿 超过过去的这个大量 表示什么 出货量 台子企业爆出天量 它告诉你什么 这是属于空头的主控盘 三角齐心格局向下变盘 所以 起货 股票 选择权 三军初级 全面做空 你想做空 你现在还来得及 我们现在股票已经开始 开始了喔 投资朋友 之前在 准备 开始启动 这一档 我之前盖起来的 今天差一档敌停板 这一档我们做 带会员做放空 礼拜四杀 今天还是继续杀 有没有 这一档是我们之前带会员做的 现在还在 这一档 礼拜四杀 今天也是杀 为什么 为什么要空它 因为筹码都在散户手上 董监持股低 这一档 礼拜四杀 今天也是杀 为什么 为什么要空它 五月份营收衰退四成 所以我们股票已经一档一档 准备好 投资朋友 你如果在等 我不会等你 这一档也是我们要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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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你知道是什么股票 我怕你不会做 而且我怕你不敢做 想跟上脚步的 好把握这些股票 上车放空的机会 明天怎么看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来 好 头痛 请用 御分珠 吹起疼 请用起疼 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好 成都头固 这项已推述 右术 权力 便器 审视 观形 渡时 翁老师读创 随行坑线预测学 如何西方财务封成的随行几何 及东方百年秘传的 黑衣线在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瘦入阳尽 看准三日行情 互相天下 021752 5868 成都头固 值得托付 成都头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 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纱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戴尽一定败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戴尽一定败出 成都头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成都头固 值得托付 08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方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 關心您 明天怎麼看 投資朋友 起骨拳千點崩盘 開始啟動 你現在做空 你還來得及 明天的關鍵數字 跟上腳步 我們要上車 投資朋友 好好把握 你還來得及 你還可以再繼續空 今天 過去所講的 一一驗證 正恩大長鷹的議行是什麼 巨量 1216億 為今年最大 籌碼大換手 必有大行情 7999 上山催催線已經逛破 高點不破 但前波 低點就會破 因為高點不破嘛 前波必破 台子級 穿頭破腳 一黑吃溜 多烘酸沙盤 控盤者 亦在洗盤 洗完之後怎樣 準備千點崩盤大行情 現在開竿開始而已 你還來得及上車 目標 先破8千 再破7627 等到這天破了 我們要開槍兵 好要把握 空軍明天 繼續布空 旗鼓拳 我們明天 繼續再賺 窮人相信運氣 富人相信方法 辯證命中 跟上腳步 後面還有大行情 務必把握機會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浮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小泰銖 北京 海津 小泰銖 這項 已推述 右術 以權力 柘器 審視 關心 杜時 翁老師度編 碎形 cavalch 預測學 螺合西方財務工程的 가자 域行解饋 即東方百年遺傳的 黑衣綫在法 讓您 otthong 提前 louchu 利益 善用轉折 看准一日行情 收入难尽 看准四日行情 父母奖 天下 027525868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成都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都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股往福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赢得 2752 5868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每多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和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鸟生办更多优惠哦 北都开拍内超值优惠 双小炮 新时代光纤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一人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多人多机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被设定